当今中国竞技话题 习近平为何赞美差点害死他父亲的人 习仲勋在事时还表示 中国应当认真考虑立法 保护不同的意见 他说 如果对现行政策提一些不同意见 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那还有可能改革吗 当今中国竞技话题 习近平为何赞美差点害死他父亲的人 VOA金哲 在中国共产党前独裁者毛泽东明诞日到来前夕 中共党刊《求是》杂志发文赞美毛 并声言中共如今又有了毛一样的领导人习近平 这是党和国家之性 人民之性 中华民族之性 习近平及其宣传机器高调赞美毛勾起当今中国一系列禁忌话题 其中包括毛差点整死习的父亲 以及赞美毛的伦理道德问题 一连串禁忌话题的由来 12月26日是中国共产党前独裁者毛泽东130岁名诞 中共一度虽然也承认毛泽东给中国给中共带来大灾难 但一直没有对毛泽东的过错或罪过进行清理或批判 反而一直维护毛泽东的旗号 在今年的毛泽东明诞日到来之际 中共当局更是再度摆胎要大力纪念的架势 现在许多中国人在猜测 习近平是否会再度率领中共最高领导班子 去天安门广场的毛泽东纪念堂 瞻仰毛泽东遗体 毛泽东死于1976年 那是他发动的被中共称作浩劫和灾难的所谓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十年 自他1976年死去以来 毛泽东在中国一直是一个争议人物 许多中国人因为他造成的一系列灾难 使他们和亲友深受其害 对他感到痛恨 愤恨 也有许多中国人认为毛能力超凡 他能造成一个接一个的灾难 显示了他是个货真价实的凶神 因此他们对毛顶礼膜拜 并希望由此给保平安 毛泽东制造的一系列灾难 使中国人几乎无一幸免 毛的受害者也包括自命为毛泽东的接班人 中共当今领袖习近平及其一家 习近平还在上小学的时候 他的父亲习仲勋1962年 被毛安上了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罪名 打入黑牢 差点被整死 习近平的正规教育被毛泽东截断 作为中共高级领导人 习仲勋其人 其言 其行 有一些争议 但对习近平及其宣传班子来说 习仲勋是一个毫无争议的好丈夫 好父亲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然而 毛泽东却以离奇的令人难以置信的罪名 对这样的一个好人和伟大的人痛下杀手 习近平及其宣传班子 对这一事实竭力回避 坚持高度赞扬 差点整死习仲勋的毛泽东 当今中国在民间广泛流传的一系列禁忌话题 由此而来 这些禁忌话题包括 持续赞美一个 差点要了自己亲生父亲性命的人 这是否违反中国最基本的传统伦理道德 是否违反孝道 当今中国民间 由这样的一个禁忌话题 深发出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 这就是 习近平不是习仲勋的儿子 而是毛泽东的孙子 贴开中国传统文化的孝道不谈 赞美以莫须有的罪名 差一点要了一个无辜的人的性命的人 如此赞美有谋杀行为的人 这显然也不符合 号称代表最先进的阶级 和最先进思想的中共的伦理道德观 于是又一串当今中国竞技话题 由此而来 为什么进行这样的赞美 如此赞美目的何在 赞美者是否是要对当今中国人发出信号 习近平不忌讳 甚至有意在当今中国担当当年毛的凶神角色 在很多观察家看来 这些问题不仅是中共当今领袖 习近平一个人的问题 而是习近平所代表的 作为中共红二代 及中共打江山元老的子女的普遍问题 许多中国人 包括中国事务专家胡平都注意到 包括习近平在内的红二代 几乎无一例外 都有不讲是非 不讲道德的问题 他们都喜欢赞美他们的父母是多么好的人 是多么过硬的革命家 但对把他们的父母往死里整 甚至整死的毛泽东 却不是赞美有加 就是拒绝谴责 在他们的父母受毛泽东迫害时 他们也没有为他们喊冤的记录 中国的竞技话题 海外的自由议论 习近平自2012年上台以来反复强调 要同历史虚无主义做斗争 但许多批评者指出 他以及他的宣传班子 恰恰是竭尽全力推行历史虚无主义 令中国的年轻人无从知晓中共建立政权以来的 许多重要历史事实 无法对相关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 做出恰当的评价 例如 当今中国很多年轻人不知道 1962年毛泽东突然对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 使出重手进行无情打击 其公开的理由是 用写小说来反党反人民 这是一大发明 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 总要先造成舆论 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 不论革命 反革命 都是如此 然而 习仲勋本人不会写小说 也没有策动任何人写小说来反党反人民 尽管如此 习仲勋还是被长期打入黑牢 中国官方媒体一度报道说 在长期单独监禁之后 习仲勋等到再见到习近平和他的弟弟习仁平的时候 已经分不出哪个是近平 哪个是远平 在毛泽东名单即将到来 习近平赞美 差点取了他父亲性命的毛泽东的现象 如何认识和理解的问题 依然是当今中国的竞技话题之际 许多中文互联网用户 聚集到美国之音中文网X 原先的推特的账号下 就这个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竞技话题 发表他们的看法 毛泽东的鬼魂附在了习主席身上了 习仲勋也许不是他亲爹 毛主席不整他爹 他都会举报的 习近平看上去不像不孝子孙呢 小学生狠起来 连自己亲爹都不认的意思 从古到今 帝王家杀亲爹亲儿子的都多得去了 习赞美毛说明两点 一是习的党性高于人性 二是习为了权力 哪怕认贼做父也在所不惜 赞美已是独裁者 是为了美化现独裁者 为自己独裁制造合法性 也许他从毛把他父亲往死里整得 那时候起开始崇拜那种生杀与夺的权力 这种问题真不值得讨论 为了权力指路为马也可以 杀父世子也可以 歌颂一下已死的仇人有什么 屁股决定脑袋 习现在所处的位置决定了 他不可能回应毛给国家 给习家庭带来的灾难 而是要从毛那里获得自己的统治合法性 到时必定与去年一样 大力开展中国人拥毛拥习的宣传 毛泽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始人 也是一个独裁者 他在世时无法无天乱搞中国 在民间仍有许多崇拜者 即使当时毛把习的父亲习仲勋打入地狱 而且可以肯定的是 假如毛泽东重生 他依然第一个就会及习近平的命 但是习近平知道他的独裁统治 仍然依赖于毛建立的国家级共产党 只能厚着脸皮去赞美毛 他说习近平说 毛泽东生前和死后 前后两个三十年是互不相悖辩证统一的 这意味着习仲勋被毛定性为反党分子 打入黑牢 差点整死是正确的 此不应该被翻过来 为习近平赞美毛辩护的声音 在美国之音中文网X账号下 在众多抨击和嘲讽习近平赞美独裁者毛泽东的声音当中 也有为习近平的做法辩护的声音 在一些观察家看来 在如何为差一点整死习近平的亲生父亲习仲勋的毛泽东辩护的问题上 这些习近平支持者的说辞显示 他们显然没有得到中共宣传部门的指令 因此他们的说辞显得破绽明显 甚至有损于中共 形成一种类似于所谓高级黑的效果 又不是毛泽东批斗他习仲勋的 扁平化认知文化大革命是西方的一贯宣传策略 习近平对毛泽东的评价是从中国历史的发展来看的 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 倒是有一群欧美主子和资产阶级走狗和汉奸 奴役中国十几亿老百姓 这种伟大的历史成就能因为习近平的父亲被冤枉就改变吗 像反贼汉奸在美国空调涨媒都能怪中国共产党毛泽东 我只能说你们修一万年后再来问这个问题吧 习近平胆敢不赞美毛泽东呢 邓的小平上台后处处羽毛对着干 结果搞出了六四事件 还有把香港和澳门给搞成现在这个样子 至于邓搞硬式教育 更是让仇恨中共的人从广东排队到北京轮流着颠覆和消灭中共 这正是一报还一报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时辰一到 一切都报 习仲勋在毛死后的言论 侥幸挺过了独裁者毛泽东的残酷迫害 大难不死的习仲勋在毛泽东死后表示 中国应当走文明的道路 应当追求法治 不要人治 不要再依靠伟大领袖发号施令治理国家 习仲勋在世时还表示 中国应当认真考虑立法 保护不同的意见 他说 如果对现行政策提一些不同意见 就是反党 反社会主义 那还有可能改革吗 在一些观察者看来 习仲勋的上述说法显然是跟其儿子习近平所大力推行的规矩相左 习近平给当今中共党员以及中国人立下的规矩是 在任何时候 任何情况下 都必须无条件跟中共领袖及他习近平保持一致 不得妄议中央 否则就是严重犯罪 必须严惩不待 现在人们还不清楚 假如习仲勋还活着的话 他是否会被习近平打入牢狱 这篇文章的标题就像是一道热辣辣的麻辣烫 一口咬下去 满口都是辛辣的讽刺 文章的主题是 习近平为什么要赞美 差点害死他父亲的人 这个问题本身就充满了矛盾和讽刺 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毛泽东打入黑牢 差点被争死 然而 习近平却在公开场合高调赞美毛泽东 这种行为无疑是对他父亲的背叛 也是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挑战 文章用一种犀利且幽默的语言风格 对习近平的这种行为 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批判 文章指出 习近平赞美毛泽东 不仅是对他父亲的背叛 也是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挑战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孝道是最基本的伦理道德 而习近平赞美差点要了他父亲性命的人 无疑是违反了孝道 文章还指出 习近平的这种行为 可能是为了向中国人民发出信号 他不忌讳 甚至有意在当今中国 扮演当年毛泽东的角色 文章的语言风格犀利且幽默 充满了讽刺和嘲笑 例如 文章中有一句话说 习近平不是习仲勋的儿子 而是毛泽东的孙子 这句话 一方面讽刺了习近平 对毛泽东的盲目崇拜 另一方面 也嘲笑了习近平 对他父亲的背叛 这种语言风格 既能吸引读者的注意 也能深入地揭示问题的本质 文章的结构清晰 论述严谨 既有深入的分析 也有具体的势力 文章首先提出问题 然后对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 最后用具体的势力 来证明自己的观点 这种写作方式 既能让读者对问题 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也能让读者深入地思考问题 总的来说 这篇文章是一篇犀利 且幽默的批判性文章 它用独特的语言风格 深入地剖析了习近平 为什么要赞美 差点害死他父亲的人 这个问题 这篇文章不仅对习近平的行为 进行了深入的批判 也对中国的政治现状 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系列 关于习近平赞美毛泽东的 竞技话题的报道 我们看到 习近平赞美毛泽东 引发了一系列的讨论和猜测 其中包括 毛差点整死习的父亲习仲勋的故事 以及赞美毛所涉及的伦理道德问题 这些竞技话题的出现 是由于习近平及其宣传班子 对毛泽东的高度赞美 以及对差点整死习仲勋的 毛泽东的不谴责 这引发了一系列问题 如习近平是否不忌讳 甚至有意在当今中国 担当当年毛的凶神角色等等 然而 我们也看到了一些习近平的支持者 为他辩护的声音 认为习近平的赞美 是基于中国历史的发展来看的 否则没有毛泽东 就没有新中国 在这个问题上 习仲勋也曾表示 中国应当追求法治和保护不同意见 与习近平的做法相做 这也引发了对习仲勋 如果还活着的话 是否会被习近平打入牢狱的猜测 总的来说 这些禁忌话题的出现 反映了习近平所代表的红二代的普遍问题 即他们喜欢赞美自己的父母 但对毛泽东的错误 不予谴责 甚至加以赞美 在他们的父母受迫害时 也没有为他们喊冤的记录 这些禁忌话题的出现 也反映了中国年轻人 对历史的缺乏了解 和对历史真相的无知 这也是习近平所反复强调的历史虚无主义的结果 最后 我想邀请大家参与讨论 您对这些禁忌话题 有什么样的想法 请留言与我分享 谢谢